行为上面可能不太好 但是我如果去跟他亲近的话 我有可能会被他给拜天 但是我又想要给他藏福音 那到底应该怎么办 OK 当然 圣经有两个好像相对的话 第一个是Bad Company Corrupt 这个是Do Not Be Misled 我是记得英文 就是说我们不要受误导 对不对 有损友这些Bad Company 另外一个主耶稣说 你们去死万民做门徒 那他的朋友是一个税吏的 渔夫的 甚至妓女的也有 那大使命呢 我甚至说最大的使命 这是命定 我们圣民活在地上的一个终继的目的 是大使命 那这个是不管我们要不要 这是我们最后是去天国的 所以完成这个使命最后去见主的 对不对 那主讲了很多的比喻 好像两千两银子 五千两银子 这些都是跟我们传福音有关系的 但是呢 在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呢 因为有罪的世界 所以我们实在是要灵巧如舌 圣经也告诉我们 灵巧如舌 训良如鸽子 那有时候跟这样的相对 好像比如说 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结交一些非信徒 有几个东西你可以确认的 第一 首要的是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想讲的话题是什么 有一个姐妹 她是离婚的 当然我不是说你 Jasmine 我是一个例子 有一个姐妹 离婚的 然后她认识一个弟兄 然后呢 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觉得好像有点不寻常了 我跟他在一起 我要传福音给他 那肯定不是了 对不对 这个你心里面的动静会知道的 连你们坐在一起 有时候呢 好像看起来你在讲上帝 但是你心里面的那个 暧昧的那种感觉 全部出来 所以这是我们要谨慎的地方 第二 我们跟非信徒在一起 我们需要能力的 对不对 那你问 是他多影响你 还是你多影响他 你一定要问 如果他多影响你 你一跟那个人坐下来两个小时吃饭了 你不但福音没有传到 回家 哎呀 满满的担忧 或者世界的价值观 都是冲击你 对不对 那么你就知道了 你还没有能力 你跟他传福音 那可能你需要多祷告 然后多慢下来 多为他祷告 也为自己祷告 所以这是我们都要很谨慎的 因为我们跟主说 我猜你们 好像羊去到狼群 对不对 你一定要听到 你的大牧者的声音 就是圣灵 对不对 圣灵会引导你 所以有时候 你也看自己的动机 是什么 你跟一个人躲在一起 有时候你也要看 很客观地看 到底是我影响他 还是他影响我 对吗 那这个当而 有时候呢 你会发现 就是工作场合 有一些人是常常见到 对不对 工作场合常常见到 跟非信徒 那这种情况呢 我是跟各位说 常见的人 你更是要注意你的生活 生活 你的整个生活表现 你的为人处事 你的品德 那他会看得到 那这个地方 他知道了 也知道你是基督徒 也知道你常去教会 那这个方面呢 他有一点心 有一点好奇 为什么你常去教会啊 这样 从这个切入点 你看到 圣灵有感动他 有一点感动他 他对你的生命 有一点好奇 你跟他传 那这个是 比较顺着圣灵 或者受圣灵引导 那这方面 所以这些很多实况的东西呢 你要考虑 要祷告的 这个就是我说的 你要查验 何为上帝善良 存全可惜悦的旨意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方面呢 跟外邦人的有一些 我们要祷告 结交朋友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里面要看 有客观的情况要看 还有我们的整个 每天的生活里面 也看主怎么带领我们 这是最好的 最理想 但是 终究的目的 我们绝对要传福音 对不对 一般上 你之下的人 比较容易影响 如果你在公司里面 是做上层的 通常你下层人 你影响他们 是很容易的 因为你在上有权柄嘛 但是你记得啊 你在做上层人 你千万不要 把那不好的见证 自私的见证 哎呀 责任全部推给他 这样做 那你要跟他传福音的时候 你自己也很矛盾 对不对 所以你的生活见证 尽量 你知道你是要传福音的人 圣灵知道 就会感动你 那我的生活见证 应该要怎样 对不对 大家好 我叫Ain 现在台湾不是有游戏 幸福小组 有诸布先生有听过 有有 那你对幸福小组 因为幸福小组是用一个小组 然后主要也是传福音 但是就是 不是要动的话 还是要动 教会动起来 那你对幸福小组的看法怎么样 这个上一回 你们跟着我台北的聚会 我已经讲过了 台北的聚会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那幸福小组呢 这是一个方法 就相等于细胞小组 对细胞小组当然 细胞小组是我们新加坡旷建雄牧师 就是带来的 对不对 幸福小组这个 其实是这个 韩国 带给台湾 那其实有一个牧师想要传福音 然后呢 又不要给人很感觉到很紧绷 那我们进来让你感觉到我们的爱 然后你在这个小组很幸福 那么这个心态 这个是圣灵感动他的 他这么做的时候呢 那真的烦字了 我不反对人进到教会的群体 但是要谨慎的就是 当这个幸福小组呢 到一个地步呢 繁殖人多起来之后呢 你一定问 那他们的数字是什么 如果他们只喜欢在一起吃 谈 讲世界 讲政治 然后很开心 谁不喜欢啊 其实我的教会两种都有 我教会有一个 我们不叫幸福小组 我们叫家庭小组 还有一个是 真的是cell group小组 这个cell group小组呢 当然是按着主长 就是每一个 有一个半个小时的教导 然后呢 按着主日的信息 然后之后呢 再牧养 每个弟兄姐妹分享 他们从主日的领受 但是对这个家庭小组呢 如果讲这种东西太heavy了 那一般上都是有食物 大家来 吃得开心 谈得开心 对不对 大家很幸福 但是我们发现呢 这个如果做久了 如果没有回到道里面的装备 久而久之呢 没有食物就少人来了 那么 我是说 把人来的目的 是让他们 能够听到福音 所以到一个地步 有些事工是 你做久了 你要反思 那如果你开始 讲一点 有福音性的东西 人就开始不来了 那那个时候 你要反思这个事工 第二 我们不能看 这个幸福小组的模式 如果能够繁殖的话 别人就学 因为这个是上帝感动这个牧师的 但是你的身上 可能不是做这个事工 你被什么吸引 可能你被那个人数吸引 那你就去做 其实很多模仿下去的 越做 那个 十字的精神越来越没有去 那就是变成好像叫人来 然后甚至到一个地步 讲一点上帝 我在马来西亚 有一对夫妇 他们以前做幸福小组 现在他们就 现在常常听我的信息 他说 以前流行这个幸福小组的时候 我们就是把人带来了 然后人来了 福音是什么 也没有跟他讲 什么就叫信耶稣 你跟我做绝制祷告 绝制祷告 就一直要 觉得好像 我跟他做绝制祷告了 他就是信了 我就结出一个果子了 后来一直强逼他 后来那个不甘不愿 有一个姐妹 就跟他做绝制祷告 之后他就跌倒了 就不来了 所以你看 这个就是你带领 这种 好像你学来的一个模式 好像带他来了 他很开心了 跟他说 这是主 主耶稣的喜乐 然后你要信耶稣 然后就带他做绝制祷告 我结出一个果子了 你们认为这个叫重生得救吗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个是一个方法 上帝给牧师的一个指路 但是旁边的人越学越糟糕了 所以我是认为说 我们服侍主的人 我们有自己的使命 自己的群众 我们可能有老人家的事工 有些年轻人的事工 我们的模式都不一样的 这是圣灵亲自带领我们的东西 所以我很不喜欢的 就是教会界的一种流行文化 流行的东西 我跟你们讲 是越做 越模仿 圣灵的工作越来越减少 可能开始是圣灵愿意这样做 但是因为模仿的人 他们的心态是不对 或者有时候有点偏差 那越来越淡化去 就变成人的一种运动 盼盼我这样讲 我是尽量很完备的讲 但是我不反对 有这样的 不然我的教会 不会有这样的家庭小组 让大家来 那个姐妹在带领 她的关心工作做得很好 我也一直跟她说 那你一定要把眼光放在 比如说 今天做家庭小组了 哎呀 上个礼拜十个人 这个礼拜三十个人 你这样来了 你不要说 哇三十个人很high啊 你一定看三十个人里面 可能就三个两个 很饥渴沐沐浴 很空苦流离的 你要关注他们 所以我是叫她寻找 谁是主要用的 谁是主要得着的 要得着这些人 你们了解吗 主一直这样说 有啥种有四个土壤 在路旁的 在浅石头的 在什么 经济的 脊柱的 还有一个是豪土 我们总是要寻找豪土的 对不对 有一些问题 我这里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有人问到 请我们去解释一下 什么叫 主耶稣说的 你要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这个要怎么理解 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 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其实很简单 肉 血 血代表生命 对生命了 肉代表 我们的生活了 其实整个意思是死而复活的意思 你们听得懂吗 不再是你活着 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 你得着了他的生命 得着了他的整个生活 他的样式 所以活出基督了 所以这个属灵的意思 是这个意思了 对不对 当然 那个时候很多人可能听不懂 可能有些人也听了 他讲什么 摩西教我们不要吃血 为什么他叫我们要喝他 也可能有这样的误解的人也有 但是上帝的意思我们都知道 对不对 我就是生命的粮 对不对 我就是生命你们要吃 喝我的血 这个 那这些 他听到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甚难 有些人是连悟性 连明白都不明白 有一些人可能悟性是懂 但是我不愿意走这条路 为什么 我就看到一个先知行了神迹 哎呀 哈利路亚完了 但是现在用我的生命要摆上 跟从到底 全部走了 到最后十二个使徒的时候 主说你们也要走吗 你们走啊 他们说什么 彼得说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跟从谁 对不对 这个意思 另外一位 问的是 你刚才讲的那个 不要往自己内里去找圣灵 但是休息之后 圣灵不住的内徒在人心里吗 为何不能往心里 与圣灵交谈呢 嗯 好 没错 你 重生之后 圣灵进来了 今天我 早上的信息 重生之后 对不对 但是重生是开始了 亚伯拉罕离开 本族本地 有没有离开 离开了对不对 但是带着什么来 自己的牛羊 对不对 很多自己的罗德 因为自己没有后代 都有自己的意思了 换句话说 一发生饥荒的时候 马上跑到埃及去了 对不对 所以 一个重生的人 他的生命体系 还没有生根建造 在真道上 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的时候 他重生是重生 但是你要记得 你重生之后 你里面有一个新人 也有一个旧人 然后你一辈子 三十多年 靠这个旧人活了 然后 现在刚刚重生了 新人出来了 哪一个比较强力 救人 救人 对不对 所以这个新人 一定要靠圣灵才可以的 所以这个新人 要怎么靠圣灵 你要在真道上 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对不对 这是保罗一直讲的 对不对 我们有百般的教导 各样的教训 把人完完全全的 在基督里 把他引到神面前 对不对 要各样的教训 你要教导 那么人呢 第一 真道一知半解 然后马上找圣灵 你这样找 你会不会找到 一次两次会找到的 因为 主与我们同在 对不对 主不愿意 他的子民迷失 但是如果每一次 都这样找 你慢慢就会倾向 你的所愿 你的思义 你的理想 这是会的 因为你的肉体 你的思义 那个旧人所带来的 是很真实的 对不对 好像你有病的时候 主要得医治 我要得医治 求你医治我 你医治过这么多人 一定能够医治我 对不对 但是真理告诉你 保罗他身上一根纸 主没有医治他 但是给他的恩典够用 那你一定要 这个东西也要认识一下 对啊 主啊 如果我的病 不能马上得医治 但是主你接着这个病 你要成就什么事呢 你有另外一个意念要来 对不对 从真理的要来 如果没有呢 一方向的 一直要求医 求求神医 然后找很多 甚至基督教里面 算命的 释放医治的 那你会发现 你慢慢掉入你的欲望去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即便你已经信了主 第一 生根建造 第二 环境带来的冲击 有时候我们人 不能一下子反应过来的 对不对 我们要安静 即便是牧师 我还要安静 祷告 因为人的情感 是很真实的东西 情感的波动 然后跟神 有很长远的属灵的经历 然后在关键的时刻 要怎么一下子靠圣灵 才能很快得到 圣灵的感动 但是这个背景 是有真理的 对不对 不是我的感觉的 所以我们的根基 是很重要 我要讲的是 所以千万 千万不要 take shock 为什么上帝 这么多次 我们主耶稣 亲自介绍圣灵的时候 祂是真理的圣灵 我的话在你们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对不对 祂要叫你想起 我对你讲的话 圣灵来要带你 进入一切的真理 你看都是很多 有真理的东西 就出现了 对不对 所以没有启示 没有真理 灵的东西是看不到的 你用什么去找 那你里面 你怎么认出 这个是圣灵 还是情欲 你怎么认出 你往里面找 这个给我感觉好 这个应该就是圣灵的 不一定 圣灵叫你要束缚 现在 对不对 所以我不要受苦 我要马上 圣灵说你束缚 主会带领你 前不久有一个姐妹 就参加我在美国的特会了 她是一直很想 就成就她的意愿 她工作上希望能够得到 有一些成就 她说这个方面 主给我一点成就都不行吗 对不对 世界的人也很多 那我做基督徒那成就 她说我看她的生命很特别 主要用她的 她的背景我就不这样说了 可能她在听了 那我就说 我看她 我说 No 你的生命已经 主已经在用了 主 你的好处不在主以外 你这么圣洁荣耀的生命 如果你专注要得这个地上的 反而你会失去的 我说你得着主的 工作你已经一般上都好的 不要在酒量上了 她听了很挣扎 我说有时候挣扎 有时候甚至你 你失去了有一些的机会啊 promotion 你是很辛苦 但是你继续走下去之后呢 越走越明朗的 如果你顺服主 主会给你看到另外一个好 对不对 她一回去 参加我的特会 前两天她就寄过来 牧师真感谢主 主把我要的全部拿掉 彻彻底底的拿掉了 心里不好说 但是我心里面又有一股感谢 叫我不会再挣扎了 对不对 那我就安慰她 对了 因为现在 有一群人在她的家里面聚会 我看她真的愿意被主使用 她在听了主牧师的信息 听了两年 所以很辛苦的 对不对 但是那个当时是这样 你继续走下去的时候 越来越明朗 你们了解吗 所以我们都在这个争战里面 圣灵跟肉体的争战 有没有 但是最后 谁会胜过世界 就是 对不对 那在你里面的 比外面的还大 这个地上的你得到一点点 其实你发现天上的 无论怎样 多少地上的不能比起天上的东西 这个问题是很模糊的 因为软弱每个人都会有 所以他是在问那个生命的东西 比如说像尼格迪姆这样的人 他是行为这些方面 热心 绝对不欠缺的 但是很奇妙 在主耶稣的眼光 他是没有重生的 但是像彼得这样软弱的人 对不对 跟从了主 常常比谁大 那些软弱的蹄子 主耶稣被抓的 全部显露出来 对不对 反而这样的人是蒙爱的重生的 所以你会了解吗 所以重生的奥秘是 新一更新的 圣灵实行救恩的事情 没有人 没有人能够 好像旁边的人能够 能够论断这个路 但是呢 你自己有证据的 你有证据的 从哪里有证据呢 彼得呢 彼得后书呢 彼得在一章的时候 说 你们 有了德行 有了信心 要追求德行 有了德行 要追求知识 有了知识 追求忍耐 有了忍耐 追求敬虚 有了敬虚 追求爱的信 对不对 加上 他不是说追求 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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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要讲的是 一个重生的人 不在于他一次的疑似 受洗或者觉知 祷告 那个重生的人 他是继续有重生的证据 在他里面出现 即便他软弱 他会因他的软弱 来痛苦 对不对 他会因他的软弱 因他很容易掉入的情欲来挣扎 所以这个就是 然后他不会留在 我已经去教会了 满足了 我去了教会 但是 主啊 我感觉我没有跟你深交 所以他继续追求 主啊 有时候 虽然这教会跟你深交 但是一出去外面 我又是为世界 他又挣扎了 所以这样的人 我可以说 这个是有重生的证据 你们了解 因为我们讲软弱 人体制个性不一样 有一些人生来 就是彬彬有礼 对不对 信主前信主后 差不多一样了 找不到问题的 有一些人就是 真的烂贪子 就是 信主前是一个混账 信主后呢 好一点 但是那个老体制又出来了 有时候 是这样出人 彼得就是这样 对不对 但是呢 主爱的 所以我是这样跟这个弟兄 或者姐妹说 你不要受控告 不要单单因你的行为受控告 你问你心里爱主吗 第一 第二 你希望你所爱的人 能够听到福音 能够被拯救 第三 你因你的软弱而痛苦挣扎吗 对不对 主所爱的 然后第四 是什么 主所爱的主必管教 那如果你有时候 那如果你有时候硬着景象 不听 走自己的路的时候 上帝会不会打你的屁股 管教你 对不对 教你遇到一些事情 如果这些证据有的话 你应该是重生的 主所爱的 跑不掉了 对不对 下一个问题 我听过这样的教导 就说 能不能只是做信徒 不为十字架 不做门徒 这是正确的教导吗 所以我刚才的回答就是告诉你 没有这样的教导 所以为什么圣经从来没有说信徒 圣经都是说门徒的 门徒是什么 门徒的证据是要跟从主的 哪怕你软弱 但是也是要跟从主的 那我就好了 就来教会做平信徒了 但是十字架呢 给牧师背 长老背 这个不是我要背的东西 主耶稣没有说 牧师背 主耶稣说 你不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 你放心 不是主的十字架 你的 给你担当的 可能像牧师这样的人 去到中国 被抓 这样的十字架我也经历的 对你来讲只是 主啊 我今天在教这个孩子的时候 怎么靠你啊 求你帮助我 对 只有这个问题的 这个也是你的十字架 对不对 但是这个是你的十字架 你要背这个的 我不要背 太辛苦了 我样样都要顺利 样样都要好 如果你这样的心态的话 从圣经来讲 你活在今生的时候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得救 我不知道 可能有可能没有 你回到天家才知道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有一些东西呢 圣经不明确给你一个 你做到这个就是你得救 圣经没有这样讲 圣经是说那个证据 你已经重生得救的证据 你的追求 你的向往是什么 然后背起十字架跟从我 圣经是这样讲 那我不背十字架可以吗 那我不知道 因为你讲的十字架是什么 我不知道 那如果你不愿意背 那你回到天家才知道 如果我是你 我不会让我自己处在这样的矛盾 因为你去到上面你才讲 主啊我不是已经受洗吗 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 那没有机会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没有一个人能骗上帝的 你了解这句话吗 没有一个人能骗上帝 这个问题 问到说 我想是问您的 领导力的方式是什么 他在提到 Transformational 还有Cermanentation 他也谈 问到说 如果在教会里面 那些教母同工 他们是应该用 您觉得应该用什么样的 那种方式来领导 然后他说这些 怎样用这样的职场 首先 教会跟职场不一样 对不对 职场 如果我是领导的 我给你钱 你就办事了 你不办事就fire了 对不对 但是教会是讲恩典的 圣公呢 是羡慕善公的 因为看到的恩典多大 愿意摆上了多少 我们也不能说 为什么你不做 为什么你不属灵 这样的话 控告大家了 对不对 所以 这个是教会 那么 其实 教会的leadership 你一定明白 上帝是leader 上帝的公义 跟慈爱 是leadership的方法来的 其实上帝在做的 那么我们神的仆人 是把上帝显现出来 怎么把上帝显现出来 这个讲台 把福音讲得明确 把上帝的公义 慈爱讲得清楚 把神的真理讲得全备 这个就是讲台了 那弟兄姐妹 那听了 比如说一百个人听了 十个人是很即可的 主啊 帮助我们 怜悯我们 我们听了 有时候我们愿意 我们做不到 那另外 五十个人是 要听不听 都可以了 另外四十个人是 进进出出 从来不能归属这个教会 就当作一个主日 这样做公主 当作一个主日 这样做就行 那么 从这个一百个人里面 你会知道的 谁是把主的话放在心的 谁是因听了主的道 有挣扎的 就是这十个人 对不对 Leadership 就是要找出这些人 因为leadership 是讲人的 对不对 那谁是神拣选的人 主为什么拣选十二个 就是十二个的生命力 已经上帝预备了 在众以色列人当中 最即可的 他们是来到主的面前 就是 这十二个人 当然也是主拣选 对不对 当然他的拣选 跟他们的生命 是有关系的 对不对 所以 哪怕他们的条件 或者个性 有软弱的地方 主是看到他们 因为他们被福音 被天国的福音吸引 所以教会千万不要犯上的错误 就是选择会办事的人做leader 会办事的人让他办事 但是还没有做leader 你们听不懂这句话吗 因为这个职份一给上去了 为什么牧师给我这个职份 因为我非常有办事能力 然后他的办事的一套就来了 你做这个 你为什么没有负责 这个东西做不好 这个灯光 这个全部受伤了 你们了解吗 因为教会是恩典的团起来的 对 虽然我们要挑战 但是在恩典里面挑战 在恩典里面指责 就是责备也有的 对不对 但是呢 一定是被这个福音 救人的福音 有感动的 知道自己是罪人 大家也是罪人 但是我们一起鼓励 勉励彼此 然后这样施恩 我们一起跟从主 然后担当彼此的重担 这种leader出现了 所以 使徒们选的七个指示 司提反 费力 下面五个 他们是怎样 他们是有好名声 他们在众人面前 对不对 他们是服侍众人的人 他们是智慧充足 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就是明白主的旨意 圣灵充满 明白主的旨意的人 这样的人他们做leader 或者起码中间 牧师底下的leadership 一个同工团队 然后他们带领整个教会 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教会的leadership 是一定要从这个能够顺服 以祭坛信息的福音的教导 为中心来定出教会的长老知识 所以你看我们文康长老完全摆上了 你们听我的信息会知道 他还没有全职之前 他几乎工作也一样 回家整个教会的事 关注牧养这些都是教会的事 其他的弟兄姐妹不能做到他这样的 因为他是看到价值而做的 所以自动这样的人成为长老 然后下面有知识 其他的弟兄姐妹会办事的 那感谢主为他感谢 但是他灵命还没有到leadership leadership是做决定的 然后带领事工的这些 一般上我也认为 如果已经做到知识 这些应该可以分享信息 应该是比较好的 因为传讲生得到 那这个是教会 工作是另外一个 工作你们参考我讲的丹尼礼书 丹尼礼也有一次我讲职场的 工作呢 因为你要考虑到整个公司里面的益处 但是你里面也同事之间 如果你是中阶层的 同事之间你要管理 所以你讲公益的话 你也讲慈爱的话 你要对得起公司 对不对 公司的益处 同事们之间 你的一个赏赏 赏赐 好像bonus 什么 给的时候 一定是看他们的表现 对不对 所以你要向公司交代 也要公平这样做 那人才能看到我们基督徒的果断和智慧 像这位你问到说 如果伴侣的心比较硬 个性比较强 很难接受别人的观点 怎样才能让她的内心变得柔软 伴侣的改变的责任在于你 其实是这样的 你们记住伴侣是最亲的 所以这个叫一体关系 一体关系是在一起的 她痛我也痛 如果我控告她 其实等于控告自己 你们绝对记得 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理 所以伴侣你要影响她 不是责怪她 影响 所以有时候我跟师母之间 有时她也看我怎样跟孩子讲交通 然后她就受影响 有时她的话多一点 比如这样说 然后我就讲的时候孩子会听 为什么你讲孩子会听 所以孩子她就会观察 所以伴侣是担当彼此的软弱 这是一点 然后呢 你们要懂得常常要滋润彼此的心 然后你们在谈论交通 沟通当中意见交换 明白吗 沟通 班女千万不要一讲话 就是你看你看都是你 都是你这样 孩子这样 或者别人这样 为什么别人没有这样 你这样 这种话呢 班女之间一讲的话很受伤 因为关系越靠近 就是越难讲这种话的 越难承受的 对不对 所以你绝对记得 我对师母是这样的 你们知道吗 做师母是最难的 人家讲美国很多师母是得到精神病 为什么 因为师母很多压力 弟兄姐妹都要求她 那弟兄姐妹对牧师没有这样 因为牧师今天如果我对他这样 今天他讲到肯定就是要讲我了 但是对师母很多的要求 但是他们不知道 师母跟牧师还不一样 牧师无论这样 也是通常我们弟兄 也看整体 看得比较全面 师母是好像办事 小事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小事的东西 师母看得比较细的时候 弟兄姐妹就说 我真是不喜欢师母 师母 小事的要管 那个也要管 比如这样说 师母是会受伤的 做师母的 如果听到这样的东西 是会受伤的 一定会 师母 那我是牧师 我是一定会站在他这边 我一定会跟他说 因为我们的职份不一样 如果你没有办小事 我在上面讲大大体的大事的东西 下面的事谁做 对不对 但是你的十字架 你就是要接受 弟兄姐妹 对师母的这样的看法 所以呢 所以我是很多是保护师母 其实你要知道 当人被保护的时候 他自己会反省 人没有被保护的时候 他是会自慰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 那你们要成为 你们另一半的力量 这有好几个问题 那一个是说到 要多方的祷告才能得到圣灵的指引吗 如果祷告人人没有答案怎么办 第二个问题是说 他说他的歌势是比较喜欢独处的 比较内向的 他不太喜欢花太多时间去和人交往 他会觉得有些人可能水准不够了 所以交往互动的人就很少 那么如何去满足这个神的这个使命 说要去传福音 大神 然后他第三个 他说 他说他觉得自己本身没有所有的恶事 但有些现实的情况很难突破 而且他觉得不是他个人能不能够改变的 因为他的 他觉得因为别人的品性和个性很难去爱别人 他说如何能传为圣洁 就像神要求的那样去说 这个很多问题 但是呢 好 但是呢 我知道 其实呢 我们圣民 首先都是尊贵的 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一样的 四大福音画 对不对 我们个人蒙恩 带给我们家庭 地区 这个世界 我们所有我们遇到的人都要因我们蒙福 一句话来说 什么福 接着认识福音嘛 但是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 对不对 你们一看我是多话的 那我跟人交谈比较容易的 有些人是内向的 内向一讲几句话 哇很累 对不对 不能承受 所以我们要理解 有些人呢 是 重点是这个 当你跟人沟通啊 你不能 你不要学 我要学朱牧师这样 外向能够谈 有时候你要听百分之八十 你是只能听多的 你听 让人讲 其实人跟你讲了他很舒服的 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听你要理解 认识一个人之后才跟他传福音的 所以传福音呢 是命定的 但是呢 怎么传每个人不一样 可能你一年为一个人继续这样祷告 聆听他 有一天他被你感动 也说不定 你不要看 哇 有些人互疯患你 哇 讲几句这边两个信 那边三个信 不一定 那上帝的他恩赐多 恩赐多 五千的要赚五千 你只有两千的赚两千 了解吗 所以呢 这个是你要得着主给你自己的呼召 传福音 就是每个人 所以我顺便讲 传福音是 也不能说传福音是恩赐 所有的恩赐都是为了传福音 因为传福音是大使命嘛 你们去死万民做门徒嘛 对不对 这个大使命是每个人都要做的 你跟你的配偶在一起要讲福音 在公司里面你活出基督的来见证福音 对不对 这个是每个人都要做的 只是怎么做 每个人不一样 那如果你遇到一些限制的时候呢 真的安静下来祷告 内向的人有一个好处 他能够安静 外向的人总是要活在人当中 然后才感觉这个不能独处也是不好的 但是其实人都是一样的 人都是要面对主 那就是简单来讲是这样嘛 中文先生你好 我刚刚中文先生讲的在传福音的方式 我看 因为我才回归到教会很小的时间差不多 五年不到五年 我常常看到以前有很多的热心的姐妹 碰到我们这种外邦人在传福音的时候 都会感到带到教会去 现在我有个问题 因为我一开始在祖宗里面有生命成长 传福音给一个人 只带到教会吗 只带到他受洗吗 是不是就叫做传福音 所以把传福音 这个只是一个很笼统的东西 怎么让我们 如果在生命里面有成长的基督徒的话 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传福音 其实这个要讲话长 但是圣灵来 他要做见证 其实传福音 当然这样教导也是传福音 对不对 你做一个见证也是传福音 你在家里面 你爱你的配偶 给他温柔的言语 来扶持他也是一种传福音 你把基督活出来嘛 对不对 所以总是把主活化出来的 叫天国降临的 这是一样的化来的 没有一个固定的方法 现在网络就是传福音 也发一个信息 这个也是传福音 所以主的命令是什么 你们去把你们所经历的 你们跟主之间的故事带出来 因为你的经历是这样 所以上帝一定会预备跟你的经历一样的人在你旁边 你看上帝得着一个安德烈 旁边有彼得 旁边有约翰 他们都是渔夫 你们有没有发现 其实条件是一样的 如果你得过depression 你会发现你好了 你会发现旁边很多depression的人 其实你会开始注意 他有忧患 他有anxiety 会的 然后那个时候你怎么接触 怎么把这个福音给他 然后有时候先为他祷告 这个都是整个传福音的工作 所以所有的恩赐是为了传福音的 你会明白吧 所以不要局限在 只有好像个人不道分担章 这也是另外一种 保罗说什么 得时不得时传 得时不得时 in and out of season 无论怎样 什么时候 什么时刻 甚至他受逼迫了趁那个机会来讲 这个是真的福音要体制化 有时候孩子弄我生气的时候 我就骂了他们一顿 你也透过那个来跟他们传福音 对不对 所以也可能 我在三番寺 我的车子打破了 哎呀 为什么上帝许可呢 这个呢 让我们一起看神的作为 对不对 也有 总是他们会看到神的同在 了解吗 当然你跟非信徒 完全对基督教没有印象的 你要用什么字句跟他讲 你不能用教会里面的字句 他听不懂 那你跟已经在教会里面许久的人 用另外一种字句 他会懂 所以这个都是你要求生灵的言语的 所以这个问题真的很谈生 就是说 我也是一个很喜欢他给人家按摩的人 就是叫我们那边帮我按摩 那这样就是说 这个按摩这个女的 他从小他妈妈就抖泪给那个 官司令这样子 所以 官司令是什么 就是 官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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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也告诉我 他是东内的 一被东内 所以他不可能感性怎么叫 那我受到教育就是说 这个邪灵已经住在他身上了 然后我也受到教育说 我们跟这个有邪灵弥漫的地方 我们不要接触 那他跟我自己肉体接触啊 那他的邪灵会不会容易抓到我身上 直接的答案是不会 直接答案是不会 但是 你是喜欢给他按摩什么 对 他要帮我按摩 因为这个人按得很好 他一直按摩 我没办法换你 你知道 对 这是我的观点 我的观点是这样 第一是不会 因为零的东西怎么接着肉体来传 对不对 有 那个 梁琼岳牧师教导他讲很多 对 好像舞厅 泡澡 都是很多邪灵 所以少去 邪灵会到底家 对 这个是 你看到 听到 对对对 进来的 你的情报啊 意念啊 这些东西 你受影响 或者尤其是邪灵的工作是接着假道 假道 对 有人在末后的时代 听魔鬼的道理 对 魔鬼怎么会讲道啊 一定是接错的道 错谬的道 但是呢 人家跟你按一个魔啊 对 比如说我曾经我的 我给你一个例子啊 我的这个景象 我每次痛 有一个弟兄 他就介绍我 牧师你去这个家 给你阿姆 我一进去 哇 都是观音啊 这些东西 但是我去了 没有办法就走了嘛 对不对 那他就看到我 因为我打电话去预约了 对不对 那他就哇 这边熬一点 那边弄 但是我不会再去的 因为我心里面想 如果我好了 我的荣耀归给他了 对不对 所以我心里面 所以 我教会有一个姐妹啊 她的孩子头一直痛 偏头痛 然后一直带她去看一个中医 哇不便宜啊 又看一次几百块 新币啊 然后呢 所以有一次 这个中医讲 哎呀 我给她把脉 她身体很寒啊 那 她是不是看到有些肮脏的东西啊 嗯 你们明白这句话吗 看到有一些肮脏的东西 好像在灵里面 她是信这种的嘛 然后那个姐妹 来的时候 师母跟她说 姐妹 不要再去了 不要再去了 但她说这个 你明明知道她是信这个的 她也这样问你 然后你的孩子谁都可以医的 对不对 上帝带领你 不是这个 那个可以医的 不是中药 西药也可以医的 对不对 但是她太好了 不可以啊 我的孩子 每次给她看一下的时候呢 好一点 其实完结而已啊 那有没有好 其实没有好啊 每次就去又几百块 去又几百块 然后这个人又是异教徒 又带着那种信念 从我的角度来讲 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不会想一直给她赚那个钱 我也不想我的病是在她的手中得医治的 对不对 但是 偶尔偶尔你不小心碰到了 对不对 这是 不要太挣扎 我们基督徒没有这种辟邪的观念 已经在我里面了 有一些 我们中国的有些弟兄姐妹 有一些人他们是这样的 我进到一个餐馆 然后坐下来 看到一个佛像 不要去 我们就去别人这样 就是很 对这个东西过度敏感 但是你在有一些地区都是拜偶像的 你这个餐馆也有 那个餐馆也有 那有一天他们很被捆绑的时候 我说 哎呀你们的钞票都是这个毛泽东的吗 那你 我们新加坡的钞票有龙啊 那全部拿出来啊 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有一些东西呢 你 你一定要很全面的明白 对不对 有一些已经过度的 过度 我顺便讲 好像比如说中医的东西 如果跑到很像有点算命似的 还是什么 打坐进到灵界的 尽量不要做 就一些药方 配药 草药 这些东西啊 针灸 这些可以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已经很靠近 跟有宗教色彩的东西有关系的 尽量不要跑 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吧 我自己的原则 我相信 这个也是神给我们信徒的一个原则吧 所以你建议我不要再找他还是 还是说尽量少去 我是觉得 你开始跟他传福音 有 得时不得时传 那你要说 你知道你的手艺这么好 谁叫你这个手啊 这么奇妙啊 你要从这个地方开始跟他讲 是不是 他没有办法去叫我 因为他太忙了 对 所以呢 除非你每次去的时候 你对他的灵魂有负担 有些人哦 就是 对一些常常给他按摩的人 他有负担 或者给他做头发的人啊 就很有负担 对不对 我看他长相我都怕了 他是一副那种 就是当地 你知道 台湾话叫当地 就是那种 就是降神 神降在他身上 对啊 对啊 我看他我都不是很喜欢 但是他看我当然 所以你要选择吧 OK 好 好 还有 姐妹 好 我有个问题就是 关于你的门徒问题 你今天也有提到门训 就是门训的时候 很多人就把山岗 然后圆阳全部混在一起 那圣经里面提到有四二门徒 那圣经里面也有提到说 你要去使妄云成为我们的门徒 那我对这个有点困扰 就是说 道要怎么定义这个东西 定义谁是门徒 谁是山岗 就是应该是十二门徒 还是应该说 万人 万民做门徒 对不对 门徒我刚才说嘛 就是跟从主的 彼得你来跟从我 这门徒了 今天 Jennifer来跟从我 一样的 那个道理 那 彼得撇下余网 跟从主了 有些人说 那我撇下工作要跟从主呢 这个意思你要应用得对 跟从主了 不是说你现在不做工了 乃是你的一切 工作也好 家庭也好 为主 为主 为天国而做 对不对 为这个而做 那个做这些的目的 改变了 为地上的 改为为天上的 这个就是门徒了 对不对 你要问 十万人 成为我的门徒 因为很多教会 现在就是说 在讲到门徒的时候 就像是说的 那种完是什么样的人 他都想要他来参加这个 门徒的这个 有种可能 十万人 其实对啊 就是我们 领人信主了 不是带他做 节制祷告而已 使他做 这句经文后面说什么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的 教导他们遵守 都是真理的话 对不对 那这些就是门徒里面 有具备的 培养门徒里面具备的 那这个意思了 最后这个问题最简单的 他说 请问牧师 国内的亲人 怎么可以看到明目讲道 这个很容易 你叫这个文刚长老 OK 我的 我顺便讲这个东西 我的网站是 其实很容易 是基督生命堂.cn 这是我的教会的网站 基督生命堂.china 可以记吗 可以记吗 那很容易 另外一个这个是 OK 先放这个 顺便讲这个 或者你到 你到 章之三牧师 那 全部我的讲道 段段续续的都会出来 36课.china 是國內看的,YouTube是國外看的 還有就是我順便也講,我們那個洛杉磯相聚 剛才我們Josha Moose放的,那個洛杉磯相聚 有沒有呢?之前,這個QR Code 比如說我下次過來還是什麼呢? 我們這些情報都放在那個地方,你們可以掃一下 你們就加進群也可以,好嗎? 那有一些特別的新的消息,我們都在那個地方發 也可以,我們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有一個怎麼說呢? 這個APP,你們叫APP嗎? 你們打這個基督生命 基督生命到Google Play,或者騰訊 你們打基督生命,就會出現這個 有一個APP,你把它download 那個就是用手機直接能夠看到我們所有的信息 就分類出來的 那個... 那個公眾號 微信公眾號呢,等你們加進群之後呢 我再發進去,好不好? 我再發進那個群,你們都可以加 那是每天我的同工們,他們都有更新的一些信息 都在裡面 都... 所以呢,很方便的 這個是Los Angeles相遇 那如果我們在網絡上哪一個地方能做得更好的 你們儘管就是E-mail我們,或者發微信給我們 或者發給文綱長老都可以 因為他是後面特別做這個的 所以我先討充一下,剛才 Jennifer 問的問題 其實她想問的是,既然要做 讓萬民都做門徒 那要跟什麼生羊和綿羊 交給你們呢? 就在一起就好 對,使萬民 這個萬民做門徒的意思啊 不是說所有的人都會成為門徒 萬民,對不對? 所以聖經說,神愛世人 世人 是萬民 但是這個群人呢,你一定明白 在神的整個救贖裡面 一定有祂拣選的族類 拣選的子民 所以這個拣選的子民是誰呢?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傳福音的責任是我們的 當我們繼續傳到最後審判那天呢 就一定會區分的 有三羊的 我不信上帝的 跟綿羊 所以呢,這個萬民 成為門徒的萬民 綿羊 這是一樣的人來的 我是這樣看聖經吧 所以傳福音的責任是我們的 人得不得救 這是神的工作 今天到這邊囉 請許牧師為我們做一個結束的祖導吧 好 我們謝謝你 我們有一整天的禮程當中 這屬於一個練習 一起享用 祝我們求一生當初 當初看過我們 在真理上 到底雜根 因為這時候 我們能夠活出基督的 這個聖命 在我們的 祝我們求求當初 我們為你而活 為你而作 為你而排上了我們的聖命 所以各位主 反歸你Tai,上聖命的最後 才能夠真正想給自由的一個聖命 奉承聖聖聖 of聖聖聖的聖宗 我們全生 都自回家的禮物 你們有我們同贊 祝福ese 拜祭に 向耶穌祈祷禮祷告 Amen